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周日 是五旬节 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 是当初在使徒行传里面 主耶稣复活了以后 对门徒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到那里去领受圣灵的充满 那个时候使徒们领受了圣灵充满的使徒 做了什么呢 之后就开始了初代的教会 然后开始把神的话传到地级的工作 就那个时候开始了 因为圣灵的充满 使人能够刚强壮胆 见证神的道 所以我们在今天就很特别的主日 正好读到了马太福音 他是从我们上一次是讲到 卡文弟兄是已经讲到了 主耶稣受试探的事情 受那个恶者的试探 是在旷野 也就是在要非常依靠神的地方 的那个光景里面 之后呢 马太福音的记载 就轮到了我们今天读的那些信息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主要的信息是从黑暗入光明的跟从 所以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那个经文是从第十二节 读到一直的第十七节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经文 那我来读哦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间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撒勒 往加摆农去 就住在那里 那个地方靠海 在西伯伦和拿佛塔利的边界上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西伯伦地拿佛塔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住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奇道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的经文 也是我们第一部分的主题之一 在这里呢 那个背景是 当耶稣受洗了以后 施洗约翰发生了一些事 他责备了西律王 那个时候西律王 是那个地区分封的王 他娶了他自己的弟媳 那么施洗约翰就去责备西律王 西律王听了以后啊 他那个地医 就是他那个乱伦底下的那个妻子 西律王 西律王 所以呢 因为这个缘故 施洗约翰 静见责备他 就被收监 到最后就被砍头了 那个时候以后呢 能够传到的 当然是主耶稣了 那这件事情以后啊 主耶稣就开始到外邦地 就是加利利开始传他神国的道 为什么呢 原来在这个之前啊 主耶稣先回到了他的家乡 在拿撒勒 这在路加福音里面前面几章的记载 拿撒勒的人呢 听到耶稣传讲的道 其实非常的生气 他们就把主耶稣给赶走了 路加福音记载 拿撒勒这个地方是在山崖的 那个城市建在山崖 赶走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气愤到 要把主耶稣推落山崖 所以主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来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是一个 会跟外邦人做生意的地方 他其实基本上充满很多外邦的文化 所以犹太人是对加利利这个地方 是非常的觉得不圣洁的 就是尽量不跟那里的人来往 因为在传统教育里面 污秽的和圣洁的是要分开的 所以主耶稣是被逼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跑到了加利利先开始传他的道 而这个光景呢 实际上很久以前 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 他说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圣经 圣经的经文就说呢 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以赛亚先知讲的 在那个地方的人 要看见了光 对 那样的百姓呢 在那里是住在黑暗里面的 坐在黑暗里面 那时候讲的那个 世界的那个光景 住在那里的人的光景 所以其实我们对黑暗这个事情啊 是要很谨慎 要持一个很谨慎很严肃的事 光和暗是不能够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黑暗这个事情 在主耶稣传道的工作里面 他到底在人的身上 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 黑暗有一个有很大的特性 第一个 它是很扩散性的毁坏 黑暗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样的事情都是黑暗来的 是专门杀害毁坏 偷窃人生命的事的 而且他不会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 怎么说呢 比如说对于黑暗来说 有个人在黑暗里面 开始有一点点黑暗的苗头 他那个苗头不会只停留在他的身上 他会充满他的全部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说 有一章说 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你 所看的不是光明的事 已知到你全身都黑暗的时候 其实问题在哪里 在你的心已经有了被玷污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事情 它不会停留在你的某个部分 它是可以像教母一样 发酵到你全身都是 从这里呢 它会从一点苗头 变成了全身都是 对于超乎个人以外的是 你会从一个人 带进了你的家庭 从那个家庭延伸出去 到了群体当中 从那个群体当中 再到他的社会结构里面 以至于国家 甚至是世界 就是这样子 有黑暗的终极 甚至是充满黑暗的事 那个时候主耶稣 其实看到的就是这个 神来就是为了这个 而且我们要很谨慎的发现 黑暗是系统性的 它是一个邪恶的权势 它是一个活的体系 基本上就是撒旦自己本身 它那个权势是有撒旦的性格的 它怎么个活法呢 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活生生的 会有像一个很 它那个活生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活着像一个人的性格 而且它不是死的 比如说它可以是什么 埋伏你 就是说它会利用不同的方式 让人窃窃的得罪上帝 它会借着良善的事情 它会趁着机会 借着良善 叫人死在自己和别人的过犯 和罪恶当中 而且它是会引诱你的 你会慢慢地步向它的事情 它给你献的那个网罗的 比较就是它是有一个活的系统 它不是好像死的 让我觉得 我就是做错了 OK 因为人认得出错误的事情 是很容易的 但是人很难去明白 我为什么重复的在做这样的一个错误 我却没有能力的去摆脱它 因为它是一个活着的东西 就很像一直在等着最好的时机 一击而中 那么若不是在 你们看过蛇的话 就会明白 蛇为的吃那个猎物 可以蹲在一个地方躲很久 看到它接近 马上就把它吞噬了 所以它是活的 它是一个位 像一个人 有人的性格的一个诠释 所以在以赛亚食物里面有说 地上的居民就是什么 属地的 还没有与神连接的时候 恐惧线坑网罗都临近你 为什么 这就是黑暗的诠释会用的东西 那躲避恐惧声音的 避坠落 现坑 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跟上帝连接 或者属地的时候 心的恐惧就是不在神的平静安稿当中的 人是会知道的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惊慌 一惊慌了以后你会怎样 下十八节说 你要想躲避那个不平安 你想要躲避 你想找回那个平安 但你一恐惧呢 就像就会跑 那么谁知道你走的方向 并不是耶和华为你所定的 来躲避那个恐惧的时候 不是从耶和华那里得平静安稳的时候 走在了一条路上 你一边躲一边恐惧 所以你不会看清楚前面的路 路上忽然间有个坑碍牙踩下去 一声掉在里面 你掉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是个深坑 会不会很想求救 就只有一个出口望着顶上那个光 马上的往上爬 一往上爬的时候 好不容易探出头来 筋疲力静的上来 终于得救了 谁知道网罗又来了 对吗 本来是个得救的事情 但是一不小心 又成了撒旦网中的猎物 所以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 它是一个体系来的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罪行 也不是一个你看得到的错误理念 所以撒旦的诠释有系统性 然后到后面 撒旦的诠释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蒙蔽性和捆绑性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个诠释了 是包围你的 很容易让你逃不脱的 那这样的一个诠释 人活在里面的时候啊 它不是害自己 就是伤别人 伤别人的性命 是为彼此造成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 这个就是 那个罪里面 那个黑暗里面 给人的公价 那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啊 那怎么过日子呢 主耶稣说 刚才的经文讲 他们是什么 坐在死因优谷 活在黑暗 就是说 在这个黑暗的诠释 人也是可以过日子的 只不过是 靠摸得到的黑暗生活 换句话来说 实用性的来讲 凭我的感觉和以为 来做我生活中所有的选择 那代表 我们人啊 依着自己的观念里面的 好了 坏了 对啊 错啊 喜欢啊 不喜欢啊 觉得应该啊 不应该 来做我所有的选择 你说这样的一个光景 是怎么样在圣经中被形容的 就是像真言十八章讲的一样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月照月光明 直到日午 那么恶人的道呢 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你在黑暗里面 人在黑暗里面 是靠着感觉的时候 其实 平据在哪里做选择 根本不知道自己跌倒是因为 没有神的原则在里面 我们想一下 上帝是创造万有的神 万有在被造以前 已经有上帝所定的运行的法则 包括他很看重的 人和神之间和睦同居的事 人和人之间在不同的关系里面 和睦同居的事 人和上帝创造的万有之间 治理管理的事 这个已经是在上帝的法则里面定了 是这样运行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运行 因为他是生命的法则 上帝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法则 我凭着我自己的感觉 所做的喜好 像广东话最喜欢讲的 am amaha 这个东西 所带来的没有神的法则 所以这样的事情 自然不在生命法则里面的 所做出的选择 必然有罪的公价的后果 那时候你觉得 我们很多人在这当中的时候 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而跌倒 因为没有一个对照的事情 所以这里呢 常常是在讲一件事情 有一个蒙蔽性 有一个捆绑性 蒙蔽到看不到光底下做的选择 所以人不知道我跌倒的根是什么 所以他会照着他自己固有的事情 继续这样的做他的选择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光了 这个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好吧 如果有个人说 其实我现在也蛮顺利的 没有太大的懊恼忧伤烦愁 其实也藏在感恩当中 那我的跌倒在哪里 那这个事情 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就算我因为不知道那个根 就算现在的光景是这样 日后在自己的生命 和旁边的人的生命 一定会受到亏损了 这个亏损就是撒旦会带来偷窃 被杀害毁坏生命的结果 所以这里有一个叫蒙蔽性 人蒙蔽到不知道是这样 那么我们下一个 就算他知道自己的错 人在这个黑暗的系统里面 有发现了 当我们在那个黑暗系统 有一天光照进来了 我为什么知道 我仍然不能够不停止我自己 去做黑暗里面的事情 因为黑暗除了蒙蔽你 当他不能蒙蔽你的时候 你也已经被他捆绑了很久了 人喜欢啊 对不对 他的那个捆绑性 以致人没有能力不去这样做 所以我们问一下 这个事情是怎样的 那个过程 我们去想一想 为什么 就是上个星期所说的 在试探当中 有神的声音 有恶者的声音的那件事上 其实人的 真的可以在黑暗里面得满足的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是完全可以在黑暗里面 得到很大的满足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黑暗是一个什么 能够给人有满足 也能够使你有能力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谨慎 报一个谨慎的态度 我们确认一下 有多少 有多少 有多少次 其实已经知道 那样对待 孩子不对 可是不能不耐用对待 有多少次 知道自己是对配偶有亏欠的 为什么 还是没有办法 去把这个亏欠 变成一个可以得生命的事情 还有啊 再想一下 如果 有多少人 尤其是我们身边很近的家人 有什么 不正当的兴趣 有非常得罪上帝的爱好 或者对于正当的东西 钱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去管理它 那对于错误的事情 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去面对它 这种就叫做什么 黑暗的势力 是一种没有能力的事情来的 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满足这件事情怎样来 满足是什么 也就是说 当你有的 你不能在那个上面享受它 你就不能得满足了 那么 这个不满足 会有一个声音在人的心里上说 我缺乏 所以呢 我看着别人的 自动会觉得别人的是好的 那是属于别人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好 我想要 这样的心也是一种 可以把我们带到 可以跟神 不亲不亲 跟神脱离的一种状态来的 所以我们讲的满足 比如我们要想一想 有多少次我看到了 我都不能够认出来 有多少次我明知道 可是很好笑 就是不能够 甚至我先讲 不单不能够 是不想也不觉得是这样 为什么呢 它在里面 真的就是一个 蒙蔽到 你认不出 又甘心在里面的 诠释来的 这是黑暗的特质 它还有很多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 叫什么 多面性 多面性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 人一开始光照进来的时候 或者自己活在黑暗的时候 会不会看到自己在黑暗里面 很难 但是你会看到谁在黑暗里面 人家在黑暗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的光 我都没有光 但是我看到那个日光底下 人家很清楚的黑暗 但是我自己没照得到光 所以这四个 我想强调的是 很谨慎的事情 应该严肃去看待 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里面 不是 牧师也会 是个人就会 所以这个诠释 不是我们自己心里面 认识的那一个 看得见的 行为里面的败坏和堕落 它还包括什么呢 你看不到的思想的体系 风俗的习惯 价值观 和我们最喜欢 每个人都有 但是都不同的 是非之心 所以你看 如果当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东西 整体体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世界就是这个样 思想体系 那我们举个例子 那个世界上面 最喜欢讲的什么 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 为什么后 原来之前是没有的 但它慢慢会进化的 进化成什么 叫做后 也就是说之前没有 现在有的现代感 这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讲 但是它体现出来的就是 我的感觉 其实很需要被尊重 我这个人的价值 在后现代主义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 我和你才不一样 我们大家共同共融 其实 自我价值里面提升出来的东西 就在里面体现了 所以有很多 很多的价值观 你发现 为什么价值观也会变 随着时代一过 从前 多胎 世界一定会被人家骂的事 或者是被法律禁止的 现在 其实不那么一回事 那从前 犯监营是要正如容的 现在 犯监营没有什么大不了 叫做 我们都自由恋爱 到其实不需要尊重你和我的身体 因为还没有结婚也可以有性行为 那还有我 从前 我记得我爸爸的年代 我妈从前讲 这个人常常买马票 就是喜欢赌 现在不对了 现在进化到 从前叫买马票 现在叫买股票 其实都叫票 不过变了一个不同的形式 但是你会发现 在黑暗里面 人的想法 人的习惯 人的价值 还有自己的是非之心 是被塑造成 其实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啦 大家都 都是这样吗 你没有去买一点投资产品 以后日子怎样过 你知道吗 现在通胀3% 以后5% 你买的产品不够多 那你是要怎样过呢 我的意思不是说 这样的一个风气 我们留意到了吗 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 那现在我们讲 我们讲光 黑暗其实是一个权势 是一个能力 是一定会带来毁坏 偷窃 杀害的结果的 是很难没有遇到光 是不能出来的事 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 刚才的经文说 哇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要发现那个光照着他们 是光一来 是黑暗是要走的 你没有看过一个灯 暗开了一个电灯 叮一下 那个暗 如果电灯有没有坏 灯泡没有坏 电线没有坏 是一盏亮的灯 你没有看过在自然现象里面 那个暗会把那个光 这样逼出去 没有 但是我们人 在黑暗里面的人的心 在面对光的时候 会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光是什么 好 我们在光的到底是什么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那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性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这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和十二章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 主耶稣讲他的时候 上帝很夸张的叫一个神 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中间 然后我们在当时的人 看得到耶稣讲话的动作 听得到他讲那句话的语气 可以借着亲眼看到他 来得耶稣的心肠 因为活生生 活生生他活在中间 尤其很夸张的发现 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竟然这么讽刺 没有任何罪 也可以被钉死 因为那个定他的罪叫什么 犹太人的王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讽刺 上帝很活生生 很夸张 很讽刺的叫人家 你看这个人 他活在你们当中 你认得出来 他是属我的 由我而来吗 他来是要把你们 带进光里面吗 所以两千年以前是这样 所以上帝叫我们 你留心看 当初的人他 你留心看 你侧耳听到什么地步 看仔细的活 你认得出他 他不一样 他有什么 有跟神的国有关 跟国王有关 然后呢 你会很好奇 你要去问 你开始注意了 然后你可以什么 确认 确认到什么 信他真的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他口中所讲的每一句话 成为了什么 我心里面的是非之心了 我的是非之心在我的信里面 是有神的原则 那这样了哦 所以你一开始信 与神的道调和 其实信的当初 已经很想 就有什么 想要离开黑暗 想要进入光明 想要活在光当中 想要与神同行 这是上主耶稣来的时候 叫我们看的事情 所以到了现在 主耶稣 如果我们说 主耶稣已经两千年前复活 两千年前死的事情对吧 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 但上帝讲什么 你的话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 他留了圣经给我们 他给了圣灵我们 他让我们有了圣殿 我们不用到耶路撒冷去办 我们复活的身体 有圣灵住在里面的 就是神的殿 他给了祭司给我们 给了圣祭给我们 你不需要像 我们不需要两千年前买牛买羊 哇 从犹大神的各城各乡 赶着那个牛 十天以前 上育月节那边 给一批的祭司专门check check有没有不好 给一批的祭司专门洗 洗了以后 给一批的祭司专门在那边展剑 献上去 所以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光 祂也是个活的 有没有发现 黑暗是个活生生的系统 主耶稣的光也是活的 祂是拯救人的 如果我们说黑暗的系统 活生生道是个权势 主耶稣的光是大到可以打破 那颗恶的权势 是一个能力 也是一个能力 也是一个权势 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祂是要叫人来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重生 我们下一个 所以当光和黑暗相遇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光来到了 其实黑暗应该走 在这里光 神说我就是光 在我里面一点黑暗都没有 所以当一个活在黑暗里面的人 被光照了以后 他会怎样 最直接的就是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5章13节讲的 凡事受了责备 所以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那在这里 当光和黑暗相遇的时候 上帝有一个很大的应许 我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时候 他叫人问 现在你在光里面 还是在暗里面 那么我们就开始问 请问我怎么知道我在光里面 我还是在暗里面 所以约翰一书就有讲了 你如果说你跟神是相交的 那你就不在黑暗里面 那相交什么意思 就是和睦同居 对吧 也就是说一个跟神和睦同居的人 他很想去到光里面 当光一照 他就马上过去 他会想 他会要 那么他有一点难处 也可以什么 还是想要去 所以这是一个 check我们自己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自己反省的 要先看自己的 因为光如果来了 你先看别人 那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那个光就不是照自己的哦 那自己可以照亮黑暗的哦 那你照了别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呢 所以主耶稣有讲啊 在黑暗里面的人 主的心肠是什么 这是他来的时候 在四福音书里面有说 一直 naturally 他走遍 各城各乡 看到了都是困苦 困苦流離的人 困苦流離的靈魂 所以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的靈魂 像沒有牧羊人的羊一樣 那樣的生命是 任黑暗的勢力 進進出出 在自己的生命裡面 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在被罪惡和黑暗侵犯的 完全不知道 完全是可以順服 順服那個黑暗所有的通道 所以所做的選擇 所做的自己以為的 喜好自己的是非之心 都是什麼 都是順著那個黑暗去做的 所以當光來的時候 如果有人說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並不覺得是這樣啊 一點都不稀奇 因為這麼久以來 人就是很自動的 把沒有光的事情當作自然 就是我的原則了 所以這個事情 主耶穌就講了 當你一看到光的時候啊 上帝不會責備你 你來到他面前 凡是求上帝赦免的 他一定信使照著十字架上面的應許 也已經成就了的 他必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不義 讓我們進入愛死的國度 所以光和暗來到的時候 是會打架的 是會要有衝突的 在人的心裡面是這樣 在這個世界上 想要走耶穌這條路的人 也是會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是我們很 很要問自己 也要能夠看得明白的事 在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總結 光和暗的事情 我們知道有暗 我們知道有光 我很想問的是 問我們自己 我在光來到我生命中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有 回應主的那個回應 那在這裡 方法是什麼 簡單的來說 我們都講 叫神的國境了 你們應當悔改 第一步 我講的不是步驟 我講的是一個歷程 一個事實 上帝知道 我們沒有能力不去犯罪 上帝知道 我們不常察覺 自己在暗的詮釋裡面 第一步 祂知道 所以主耶穌是什麼 走遍各城各鄉 看到困苦流離的靈魂 祂就怜悯他們 下一步 祂講的是 莊家已經熟了 求主打發祂的工人 把莊家收起來 這是祂的第一個憐悯 第二步 祂的第二步憐悯是什麼 工人去到的莊家中間 在第一步裡面 上帝知道我在黑暗裡面 光明的天使知道我在黑暗裡面 黑暗的天使當然知道我在黑暗裡面 就只有我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那第二步 上帝的憐悯到打發的工人來到了 把神的光擺在了一個台上 照 所以 我知道了 現在是我知罪 我知道我的黑暗 我知道了我的罪 這個叫知罪 是上帝的憐悯 我按著上帝的應許 我知道他一定不會 神盼我 為什麼 主耶穌已經如此 這般成就了這個恩典 所以我只需要什麼 看到的時候 馬上求父的赦典 赦典我的這個罪 但是之前是我知道了以後 我要認我在這個罪裡面 認這個罪 認了以後求赦免 認了以後求那個捷徑 為什麼呢 因為罪是一個污秽的東西 很 所以罪不捷徑 然後 你得到上帝的赦免以後 其實 悔改的喜樂有的 悔改的喜樂到什麼地步啊 認到什麼 認啊 我不是說是一個 我不是在強調是一個程序的事 我在講的是 它是一個生命的事 那個生命的事所帶來的喜樂 是為什麼 原來 我的心和聖靈的心同不了 他討厭的 原來我真的恨怒我自己那樣的我 所以 到後面受聖靈的引導 很自然的事 因為他喜歡的我喜歡 他討厭的我討厭了 所以這是那個悔改的喜樂和功效了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這就是有了 神的憐憫 他知道我不知道的事 到我知道的事 到我領受他的恩典 蒙色免多的 得神的愛也多 因為我真的看到自己就是這樣了 連我自己就受不了自己的那種 那種厭惡的那種 生命裡面受那個罪 瑕疵到這個地步啊 所以呢 我的悔改成為了我的能力 是這樣的一件事 能力這件事情 所以都從 悔改而來 因為 靈受的有什麼 悔改的同時 靈受的是 神 愛的能力 你要從神的愛裡面 得到 走往下的路的能力 所以 這就是光和愛 相遇裡面 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 對主耶穌說 天國盡了 你們要 悔改 那 我們 這邊 有一個 這樣的小的總結 就是關於 暗的事 活在暗裡面的事 和遇見光的事 那 我們 下一段經文講的 也是跟這個有關 開始 再講 光和愛相遇了以後 跟從 主耶穌走那條 天國的路 等 那件事 好 那我先讀囉 就是馬太福音四章 十八到二十二節 好 十八節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 看見弟兄二人 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裡撒網 他們本是打魚的 耶穌對他們說 來 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 一樣 他們就立刻 捨了網 跟從了他 從那裡 再往前走 又看見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兒子 雅各 和他的兄弟約翰 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 在船上捕網 耶穌就招呼他們 他們立刻捨了船 別了父親 跟從了耶穌 在這幾節經文裡面 重複看到的是打魚 還有跟從 還有立刻捨 我們在讀這個的時候 我有想 為什麼他們這四個人 那麼可以立刻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讀這個的時候 我們要參考一下 《路加福音》五章 《約翰福音》一章 《路加福音》九章 是在講 是在講 跟馬太福音的 跟我們所讀的場景是一樣的 但有些章節 有些經文 他就寫下去了 寫什麼呢 《路加福音》五章 《路加福音》五節 這個我們都很熟悉 後來他打了滿滿的魚 竟然第一件事情講的就是 主啊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這個東西是我們從前討論過 也覺得很驚嘆的 滿滿的魚 看的不是魚 我看的是自己有罪 這個魚給他了什麼樣的反省 其實在這節裡面 就是其中一部分 那在《約翰福音》 就在講 安德烈的事情 安德烈《約翰福音》一章 三十五到四十二節 就《施洗約翰》 還沒有被砍頭的時候 三十五節講 再次日 這裡的約翰是《施洗約翰》 和《施洗約翰》 然後《施洗約翰》 就見到主耶穌了我 他就跟著那兩個門徒 那兩個門徒 其中一個就是安德烈 他就跟那兩個門徒講 看 這是上帝的羔羊 那兩個門徒就什麼 聽到這句話 他聽到了 然後呢 跟從了耶穌 但是這裡有個東西 我們想一下 他們跟在耶穌後 耶穌就轉過來問他們 你們 要什麼 主耶穌講的第一句話是 你們要什麼 所以同時這句話也是跟我們講的 你說要跟從我 你要什麼 你知道我給你的是什麼嗎 你又清楚你真的想要的是什麼嗎 那接下來 主耶穌就 安德烈他們就跟他說 拉比 你住在哪裡 他們想看耶穌 他沒有直接跟他說 我想跟從你 他跟著耶穌的後面 就怎樣 你住哪裡呢 我想看 當然聖經裡面是說 安德烈和他那個朋友 都去耶穌家看了 而且怎樣 聚會 聚會跟他住的一段 住的好像 那天是正午 好像聖經記載 差不多四點鐘左右傍晚 他去了以後 過了沒多久 我不知道有沒有過夜 這個我記不清楚 總之他看了耶穌 然後安德烈出來 就跟他哥哥彼得講 欸 我遇見彼撒亞 我跟你說 真的耶 彼撒亞 這是安德烈比彼得先知道的一件事情 但是彼得也聽進去了 彼撒亞 是喔 你遇見彼撒亞 這個是在 約翰福音1章35節記載 過了久呢 在路加福音 也是一個跟從的信息 9章 路加福音9章57到62節 在講了人想跟從耶穌的場景 因為這句話 除了那四個門徒有講過以外 其他人都講過 我只是把其中一點點拿出來講 57節 他們走路的時候 有一人對耶穌說 你無論往哪裡去 我要跟從你 那耶穌就回答了我 其實這句回答就好像 他問安德烈亞 你要什麼 他問的其實是這個 因為主耶穌回答什麼 湖裡有洞 天空的飛鳥有窩 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這個是他的回答 那又有一個人對主說 又對一個人說 這次是主對另外一個人說 跟從我來 那個人就回答主耶穌 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我父親死了 先埋一下好嗎 這個很正常 這個世界裡面 如果有人可以奔上 卻不回去奔上的話 這個叫不孝 這是我們一般人一定會有的講法 耶穌說 任憑死人 埋葬他們的死人 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 不是叫你不敬孝 上帝說 在這個事情裡面 你看得出死的事情 和神的國 叫人家得生命的事情 你看中哪一個先 你先看中哪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 又有一個人講 又有一個人說 主我要跟從你 但容我先去 辭別我家裡的人 主耶穌說 守伏這離向後看的 不配進神的國 主耶穌這句話的意思是 你竭力要進神的國 你不要往後看 因為人的盼望在神的國的時候 你對旁邊的人的負擔 是他們的生命 能夠出黑暗入光明的時候 你的選擇會很明確 所以在這裡 我把馬太佛音 剩下的幾節 跟這裡都一起來 我們一起剛才看過了 上帝講的是 你要什麼 我的國 我要給你的事 出黑暗入光明的事 所以人啊 我們一定要想清楚 問我們自己 不要在我的以為裡面 去跟隨耶穌 也不要在我的感覺裡面 去跟隨耶穌 那好了 我們現在如果講到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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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是在講什麼呢 跟從 所以我們看得出 當福音的信息臨到我們 就是你來參加小組 讀經 自己讀經 或者在講道的時候 聽牧師講道 網上也好 現場也好 跟弟兄姊妹交流也好 當中神的國出現的時候 神的話 給你聽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有一個明白 就是 我們領受福音的那一刻 心態和動機 可以使我們情願跟從耶穌 或者 其實也可以使我們 不知不覺的離開主耶穌 因為我們講的是 以什麼樣的動機和心態 領受神的話 這個事情 不是我用 聽到了神的話 用環境現實 我的狀況 來套進去神的話 看他 行不行得通的事情 我在講的 這個就是 一個人看中了神的國以後 的那些事 他所面對神的話的心態 大家 大家 我們 如果 有時候 聽了神的道 有疑惑 信心還不能調和 還不能夠明白 不願意 不願意是很正常的 我先說 我們應該是怎樣 因為他是神的話 你願想走神國的路 第一個是 我最常做的 主啊 我其實真的不願意 求你憐憐我 但我想走這條路 但我想走這條路 你幫助我 你救我 你 轉變我 我在 我期盼的是 上帝的工作 也在我身上 的那個光的事情 對 我想講的是這個 那第二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 神的國 由頭到尾 十字架 上面 要顯靈的是 什麼事情 就是 人在黑暗中 看見光 被吸引 願意 付代價 離開黑暗 進入光明的事 他的終點 還有那一路上的風景 是什麼滋味呢 是人在真理中 得自由 和捷徑 的生命的事情 所以神的國 是 生命的 這樣一個 生命的轉折點 顯出來的榮耀 讓人看得到的拯救 不是 我外在的 不停留於 我外在被別人 看得見的改變 不是那個 是 我是什麼 我的心裡面 長出了那個樹苗 結出來的果子 從心裡面的 transformation 一個 一個 一個轉變 在裡面的事情 先從裡面開始的 不是 不是只有在外面 所以從這件事 你就知道了 基督教信仰講什麼 沒有叫你做好事 第一件事 先叫你認 我張海國衰陽 這個轉變 看得到以後的那個改變 看得到黑暗裡面的詮釋 認識自己 轉向我的父 得到主的福音 大能底下的神明的事 對 我想講的是這個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啊 我這裡先講 往後我們再讀馬太福音 你會發現 為什麼第五章 然後 耶穌天講 論到殺人 其實他在講的是什麼 他講 對殺人這件事 後面的馬太福音 屬靈的角度來看 他是要跟你講 內心的生命的轉換的事 不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應不應該這樣做 我那樣子不好啊 這樣以後 以後是不是 凡事想到這個東西都不可以 所以馬太福音後面的架構 我們自己讀聖經的話 我們有這樣一個眼光去看 怎麼去從心靈裡面領受 生命要轉變的那個事情 跟那個起點 好了 我們這樣子來去認識整個框架連起來 因為上一篇已經講到了 耶穌受試探 那個試探是心靈裡面的試探 其實全部都可以發生在心裡面 然後你連接到馬太福音五章 你會發現 五章、六章、七章的登山寶訊 就是跟你講 心裡面的事 他不是跟你講說你殺了那個人 真的犯錯喔 他跟你講的是 你的心裡面不能跟他和睦 想到他就不能平靜 想要把他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馬上可以想到 人和人之間的虧欠的事 就告訴你 我告訴你喔 就是什麼 已經是生命裡面在黑暗的事了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方法 所以這就是跟宗教的區別啦 不是我做得出來的做不出來的事啦 也不是可不可以的事啦 好 我盼望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 慢慢去明白後面馬太福音 講的屬靈的事情 所以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求主 見察 光照我的心 因為我的心啊 除了我看到神的話的軟弱 其實我裡面有很多的 敗壞和詭詐 我們不要讓 留一個空位給魔鬼 每次都說 那是我的軟弱 當那個光照到了我的心 他不一定只照我的軟弱 他照我的黑暗的時候 那是我的敗壞 那是我的心裡面 告訴我的詭詐 把它變成 這個真的是我的軟弱了 或者是常常說 我受到魔鬼的攻擊 那我也很坦白的講一句 那個魔鬼都在的嗎 他哪一天不攻擊你啊 他哪一天不攻擊我啊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如果我什麼事情 當被光照了以後 沒有求上帝繼續監察我的心啊 其實我很容易就把它變成我的軟弱 因為如果在這件事上 聖經也已經教導明確了 上帝講的 哥書講什麼 你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 那二者就逃跑了 那我不親近神的時候怎麼樣 我就跑出去了嗎 我跑出去了以後 以佛所書六章講什麼呢 以佛所書六章講 You have to take a stand against the evil one 就是什麼 你要立定心智 站著我一個腳步 你是抵擋那個魔鬼的 是抵擋的我 所以也就是講說 我天天被騙在謊言裡面 而不出奇遇 那個魔鬼天天攻擊人 而不出奇遇 這個都叫事實 這個一點都不出奇遇 但是上帝給我們的法寶是什麼 你的第一個心智是抵擋它 怎樣抵擋它 靠著上帝抵擋它 不要走自己的路 不要在自己裡面 因為它是什麼 高過我們人自己的一個黑暗的詮釋系統 所以只有在主裡面 你靠著上帝 才有辦法的 好了 這個就是今天 還有幾張slide給我多五分鐘 但是我在這裡講的這些 謝謝啦 大家 我們都對黑暗和光明相遇以後 神的果將在我生命發生的事 看中它 那我們接下來 有幾張圖片 這是我在準備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的東西 我禱告了以後 用圖片代表出來 我們大家放輕鬆一點心 來來來聽 這隻羊活叫strek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羊 它最怕什麼 剃羊毛 所以它從那個羊圈逃了六年 它的主人找不到它 最後在哪裡找到它 卡在石頭縫出不來 所以才找到它 它怕人家剃它的羊毛 那是紐西蘭的羊活 2014年的事 我們看下一張 剃完羊毛 美不美 很美 然後 那時候它是世界紀錄 它六年裡面沒有剃過羊毛 有27公斤的羊毛 所以呢 這是它的什麼 重生 你看到嗎 就是害怕被人家剃羊毛 但是剃羊毛好不好 它絕對需要的 我告訴你 它如果不被剃羊毛的話 就等下 躲避喔 躲避最後等下 卡在石封裡面出不來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生命的寫照 人的生命也是這樣的 好 我們看第二個 TerryTerry 另外一隻羊 它叫什麼 它叫Chris 它呢 也不喜歡剃羊毛 但是 它這裡這個新聞報導 它從澳洲 澳洲的2019的世界冠軍 剃出了42公斤的羊毛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我們下一張看 很壯觀的 OK啊 我們再回去一下 他這個呢 不是他的主人找到他的 上一張那個Strike 是主人自己去找他 六年來沒有停止找過他 這一張是被人家發現的 不是他的主人 誰剃的羊毛 為什麼剛才有個人這樣 他是什麼 澳洲的剪羊毛冠軍 他的主人不在了 他為什麼會發現他 他五年的曠野裡面 羊毛種到 報導講 他要死了 就是他已經不能走了 也找去不到遠的地方吃草了 種到這個地步 所以 TerryTerry 漂亮啊 沒有羊毛的殘累 跟我們的生命也一樣了 所以我跟你講 為什麼上帝講我們像羊 有道理 就是 明知道 應該這樣說 羊知不知道他要剃羊毛 這件事 可能他沒有智慧 不過他確實需要 他也不認同他的主人 應該剃他的羊毛 總之不喜歡就走了 對嗎 可以躲就躲 可以推就推 可以賴就賴 全世界的人都錯 就是我沒有錯 所以我不用看我自己的 就這樣躲起來也可以的 我們人跟這樣很像的 我先講 所以我們再下一張 slide 你看好 世界觀景基督保持者 如果這是已經慘美了我這麼久的罪 我可以拖得下來 何等的輕鬆 何等的不孤單 以後不會再像孤兒這樣 在這個世界流浪 靈魂有主 作為我的牧人 這件事 是開心嗎 很輕鬆的 我先講 每個人都不喜歡 剃羊毛的時候 記住這個東西 羊毛剃了以後 很清神的 很輕鬆的 不一樣的 好 我們下一個圖 所以喔 跟蟲和生命的是 上帝講 我來是給用水 不是上帝 這是施洗約翰講的 施洗約翰 在我們馬太福音那邊講的 我來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剛才我們講了悔改 你悔改的功效什麼時候來 聖靈討厭的 原來我的心真的看到 開始淹污這樣的東西 我也討厭了 這個就是你的能力來的時候 好 但在我以後來的 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以賽亞書四章就講很清楚 那裡翻的聖靈是什麼 公益與審判的靈 來做什麼呢 叫一個人知罪 然後火呢 煉盡我們 所以我們悔改 悔改到什麼地步 你有過不了的難關 你有很不想放的東西 死都不能放 很掙扎的時候 你會改到後面會這樣子的嗎 但還是在一條對的路上 這裡也是我給 也是勉勵我自己 也是勉勵我們的 這個是我家的樹 它的真身叫做芒果樹 我們把芒果樹變成了盆栽 因為我的先生他喜歡水培種子 所以裡面的樹我們家有的 芒果啦 荔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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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眼盆栽啦 檸檬啦 都是從種子裡面發出來的 他親手把它種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他在去年的時候 整顆枯到完 最好的狀況就像那個這樣 為什麼我留下來 那個葉子只有一半是青的 另外一半是枯到完的 所以剩下的卻有哪裡 死到完所以在盆裡面 那我先生 我看啦 我就跟他說 我不想啦 站地方把它丟掉我就好囉 我先生很寶貝他咧 不可以 我出差的時候 你要跟我澆水啊 我講喔 然後他講說 有一天就 把牠最長的部分剪掉了 牠長得沒有很高 因為牠叫盆栽 牠不幸的變成我們家的盆栽 牠一剪了以後 牠才長牙 看到嗎 牠的新葉子才長出來 之前有將近半年的時間 就那天天掉葉子 天天最美的只剩那一片的時候 我先生講 你不剪掉上面的 新的是不會出來的 樹也是這個道理 我生命 悔改到一個地步 到最重要的那一塊 一定要走的時候 我不付上代價 求主剪掉它 我新的是不會出來的 一出不來 那個那一塊 是可以把我們綁到很死的那塊 是主眼中知道 最害我性命 也害旁邊的人的性命 那一塊 所以我很感激我先生 他真的剪了以後 你看兩個禮拜長牙了 我真的 我對牠是什麼感覺 真是對不起 我當初還想丟掉你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最後幾張 slide 那好 我們最後多三分鐘 再往下 後面 再下一張 所以 我們分辨得出來嗎 主耶穌講 我盜賊來 無非是要偷竊傷害毀壞 就是那二則 還有他的工作的特製 我來了 是要叫羊 主的羊 沒有靈魂牧人的羊 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瘋身 剛才的圖片就是生命的事情 我願大家都能夠 初初體驗到一點 最後有一個東西 是真實的例子 再讓大家想一下生命的事 我的女兒丟垃圾 很喜歡那個腳跟那個手 投籃 她就每次投了以後 看我不在就無所謂 看我在 也看一下我有沒有看她這樣做 那有一天我跟她講 阿妹啊 可不可以把你剛才投籃 投不中的垃圾 跟我撿上去啊 喔 好 撿 因為我在啊 過不久喔 阿妹啊 隔壁那招 你也幫我撿一下 她馬上講 媽媽 那個都不是我投的 這怎麼叫我撿 可能是哥哥投的呢 你又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跟阿妹講 妹啊 媽媽不是叫你一定要做 只是你做了以後 即使不是你的 你也得著一個生命的益處 知道 原來我可以為人這樣做 那你的生命就是什麼 比之前的擴度再擴了一點 我說這個是為了你的生命的好 所以我才請你把旁邊的垃圾 一起放進去 這個就是 對囉 這個就是 主耶穌也是要我們 經歷的事情啦 盼望 我講的這幾個例子 可以給大家 和我自己很好的 一個七點 再接詹裡的讀 我們下個星期的馬太福音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到 就講到這裡 記住喔 上帝給我們的 不是是非對錯的法則 他給我們的就是 生命的法則 我剛才這樣阿妹幫我 把旁邊的東西撿起來 是生命的法則 他自己跟我講 那不是我丟的 可能是哥哥呢 你都沒有看到 是什麼 是非對錯的法則 所以生命的事情 同時發生在這麼簡單的事上 願我們一起 能夠明白過來 是兼顧我們走這條路 好 那我今天的講到在這裡 感謝上帝 阿妹 阿妹 我現在很會 我們到處女朋友 跟我們一起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